看看今天是周末 商场里面真是没有什么人 以前这些餐厅午饭点排队吃饭的人老多了 现在都没有人 现在这他们北京城啊 真是今非昔比了 上个月这条200万的视频我不知道大伙还记不记得 这个店我当时来就觉得弄得很好 没人很可惜 可是更令人错愕的是啊 就这家店以及这个品牌在北京旗下所有的门店 现如今都已经关门大吉了 还有员工跟我反映拖欠了不少工资 这北京的实体啊 真是太太难了 在北京啊 倒闭的实体店真是数不胜数 这又关了一家 记得这家店是去年下半年开的 当时的生意还真不错 但是今年以来就没看见他家有什么人 前两天还开着 今天路过人去无空了 中国经济持续恶化 一线城市北京倒闭潮 失业潮此起彼伏 当地民众表示 许多商家关门倒闭 大商场里冷冷庆庆 顾客明显变少 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方 一排排空闲的商铺贴满业主直租 北京博主嘲讽表示 市场一片大好 实体欣欣向荣 他说 你就算可这满北京的找 三里屯这地价还有得挑吗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 也是找地儿的不二之选 但你再看看这生意是真好啊 这可是正对着太古里的这条主街啊 临街的小商铺 也没多大面积 房租也不是说有多贵 寸土寸金 一味南球啊 全都租满了 想在这地方找个商铺 那没有空着的呀 市场一片大好 实体欣欣向荣啊 北京网民表示 以前三里屯是全北京 甚至是中国的时尚中心 一铺南球 有各种各样的餐厅 各种各样的饭局酒局 明星 剧组 美女 现在也见不到了 现在连表面的繁荣都没有 县城的农贸市场都比三里屯人多 北京网民发帖表示 偌大的北京 满满的萧条 白天三里屯都没啥人比疫情前还要萧条 一片萧条 这就是京城的经济和实体 目前给我的感受 北京这边干实体店的呀 真的是太难了 真的是一度做苦水啊 看看我周边这条街啊 一家接一家的关门大吉 有的都关了半年多了 大门上贴这个造作信息 可就是做不出去 实体店的生意啊 那真的是越来越难做了 有的店面呢 半年了都做不出去 可把房东筹坏了 而那些开着门做生意的 有的也是不温不火 看着好像也快撑不下去了 北京网民表示 世贸天街是彻底衰落了 不熟悉的人可能都不相信 仅仅几年前 它还是北京最知名的地标商圈之一 曾经被称之为全北京向上看 曾经何时人潮涌动 人满为患 车水马龙 现在不止店铺没有人 路上的行人都不多 而且到处都是转让的店铺 房租也打了对折 曾经的北京地标建筑 外地人和本地人都爱打卡的世贸天街怎么了 这个是世贸天街 孩子小时候还带着来过呢 现在不知道夜晚怎么样 好多年没来的 感觉整个的业态这么萧条 这天 北京的国贸地区都显得很萧条 你去看看北京世贸天街的商铺 关了一半 超级夸张 世贸天街那块原来还算一个景点 因为有一个大屏幕 每天其实人还挺多的 现在 他的店铺关了一半 比疫情之前还不如同志们 想想现在的实体经济是什么情况 北京上海 包括深圳这些地方 整体的就是说这种繁荣度 这种这种经济 这种活力的感觉 全都不如前几年 这几年其实一直是往下走的 我告诉你 北京市民表示 有没有人知道世贸天街这是怎么了 吃完饭出来才不到七点 方圆几千平米的商场 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这还是那个欣欣向荣 人山人海的世贸天街吗 我记得疫情期间都没有这么惨淡吧 这就是北京东二环 著名的银河SOHO 我们看看里边的商业做的怎么样 据说有点惨淡 进到了SOHO的内部 很有特色 它分这个室外部分 还有整个这个楼里的室内部分 你看从外边一看啊 感觉生意很惨淡 人流量很少 也看不到几个珊瑚 室内的冷清比室外还要严重 进来了啊 看一眼 这就是它的商场 一个人没有 真的是一个人没有 我真的是服了 这么好的一个位置招数 而且贴了四五张广告 你真是有多怕别人不知道啊 然后往这边去看 这也是一个人没有 非常冷清 这边这是儿童业态也都关了 真的非常冷清 我都感觉有点冷了 不逛了 出来了 实在是太惨淡了 有网民表示 日前我实地考察了北京国贸的几个SOHO 这里曾是中小企业的天堂 十几年前 我在这里创业开广告公司起家 整天车水马龙 全国各地的客户乌泱乌泱的过来拜访 现在人流冷清得很 楼下一半的抵商都关门了 连星巴克都关了 北京都是如此 更何况其他城市 北京市民刘先生表示 北京过去是车水马龙 现在冷冷清清 商店关门 饭店里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在路上看到的人很少很少 大概五六年之前 那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 在这些站台上 拥挤上不去车 现在好像就我一个人 在这个车站上 而且好几个站都没有人 上下班的时间都没有人 特别消杀 就那种感觉 这里是王府井核心区段 最高档的王府中环商场 可以看到360度无死角的 空空荡荡毫无人气 来咱们换个角度看看 地面上这四层 每一层都是门口罗雀 恐怕只有那些 不需要支付租金的 大单奢侈品店才忍受得下去 现在是半点 就连吃饭的地方 都空空荡荡不需要排队 可能是因为餐厅太高档了 这里是附近不远处的 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李嘉诚开的 可以看到人气稍微好一点 但也没好到哪里去 北京市民发视频表示 北京老牌商业街 王府井大街金飞细笔 王府井步行街 作为北京最繁华的地段之一 没有了往日熙熙攘攘的人流 昔日摩肩擦肿 如今人流细疏 东安市场 百货大楼门可罗见 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想不明白 北京商铺老板表示 大街上没人 是咋做到全国统一的 看这空荡荡的街道 哪个不慌呢 老板们你们说说看 这大街上没人 是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呀 刚才我儿子说 他要上早班 让我帮他买姜香饼 你看 正值早餐高峰期 我买饼的这家 一个顾客都没有 我跟老板在那聊天 聊了一会儿 老板也是爱声叹气 我每次只要说我们这边生意不好 那总有人说 你在北京开点生意还不好啊 嘿 昨天不还来了一个外地的重厂 说我们家地理位置真好 是 我们这地理位置要是倒回去二十年前 那真是娃娃的好 你看我们对面的新发地 全北京最大的农产品琵琶市场 猪肉琵琶市场 调料厨具琵琶市场 呃 我们这旁边还挨着一个城堂肯运载 为什么一手好牌打了个西班牙呢 嘿 我也不知道 现在反正是感觉我的客户就是 光熟能养鸡越养越养越稀 现在北京的外国人明显少了 白人少了 黑人少了 以前的亮马桥简直是租借 每天一堆白人围着亮马河旁边跑步 跟塞纳河差不多 北京秀水街市场 曾经外国游客的购物天堂 如今冷冷清清 一片萧条 网友表示 我回了一趟北京 萧条衰败吓得我了 我在长安街 秀水街对面的永安里中街 居住十几年 这次回京 特地去中街打卡 发现街道开了二十多年的 普克龙超市 米店 水果店 发廊 菜当 香河肉饼 全部倒闭 整个永安里中街没有人了 曾经辉煌的李嘉诚 王府井东方新天地 变成杂货铺了 北京市民 柴先生告诉新唐人 北京经济下行的很厉害 很明显 疫情解封半年之后 开始出现倒闭潮 关门潮 尤其今年最严重 很多人失业 北京市民 柴先生表示 我已经失业两年了 现在招聘的都很少 大环境都很差 没有那么多招聘工作岗位 很多地方那个房子都在出租 商店商户都在关闭 编道区那些商户 现在都关了 没有几家还开着的 据柴先生的观察 北京十个人里面 大约有五个人失业 他周围失业的人很多 甚至有人陷入困境 绝望 我今年三十二岁 未红未遇 目前已经被裁员了 找了一个多余的工作 但是没有公司给我回复信息 我现在每天晚上交流到大哭 我在北京待了很多年了 我不甘心离开北京 但是我担心以后 就算是再找到工作 可能还会面临重新失业的情况 我该怎么办 北京女士表示 裁员真的来临 但没想过这么突然 就发生在我身边 上午还在和我讨论 中午吃什么的同事 下午就收到了裁员通知 悄无声息非常迅速 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 下个月就不用来了 其他部门已经裁了十几个了 他还说 大规模裁员了 今年北京的聚业环境 已经不言而喻 阿里 理想 京东 各种大厂 都在大规模的裁员 半年一年找不到工作的 在北京真的是一抓一大把 有种前所未有的紧张和恐惧感 北京博主表示 破烂楼房 看着心酸 许多朋友说 北京人不差钱 看看北京人真实的生活环境 这是北京人住的老楼房 四环外九仙桥四街坊 杂乱无章的桶子楼 几代人生活在这里 破旧不堪 楼道没有一个完整的窗户 刮风下雨 可想而知 桶子楼都是几户共用 一个卫生间和一个厨房 每家居住面积也不大 这也算是北京比较旧的楼房了 您会买这样的楼房吗 北京人在北京其实也不容易 这老爷子邀请我们进院里看看 当看到他的房子的时候 我真有些心酸了 在北京工作了一辈子 到现在就住10.6平米的房子 没有厕所 没有厨房 只能在过道里边搭出这么一点点 当做厨房 您看这房屋子 出了衣服 就只能有一张床睡觉的了 朋友们 您敢想象吗 这样的房子在北京比比皆是 这就是二怀活动旅 真实的生活 我真的认识了 感谢观看